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晚间的百隔大世纪 如果你有经常使用银行转账服务那就要注意了 大马电子付款系统有限公司今天宣布将从下个月开始 把原本借仪1令吉到4令吉的银行即时转账服务费下调到最多50仙 另外 转账线也会在7月开始从现有的5000提高到1万令吉 针对目前在海上漂泊的罗辛亚船只 大马外交部长阿尼法在和泰国副首相兼外长 以及印尼外长举行会议之后发出联合声明 表示大马和印尼同意暂时收容大约7000名的漂流在海上的难民 并且会在一年内将他们遣返原来的国家 或者是寻求国际组织的收容 另外 内政部长阿莫扎西也宣布 移民局将开放管道接受各方捐助罗辛亚难民 任何协助及捐助可以送到吉打州移民局分局 缅甸方面 今天也终于松口表示对罗辛亚偷渡客提供人道援助 这是缅甸迄今释出最具善意的表示 另外 今天晚上10点直播的百格 大家将也邀请了时事分析员陈日嘉 和社工黄中手一起深入探讨罗辛亚人救不救这个课题 来看下则新闻 首相兼财政部长那几早前在国会上指 从开卖群岛撤回11亿令吉的资金 以现金的方式存在新加坡瑞翼银行 不过今天临世北区国会议员潘检伟说 一马公司最近却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指 存取在这间银行是之前投资的余额 是以美元做计算单位的纸上资产 换句话说 所谓的现金 竟是一堆价值不明的纸上资产 他表示纸上资产的价值是很难估计的 也可以是毫无价值 所以希望一马公司公开说明究竟是什么资产 来看下一则新闻 一张印有出口字眼的单据 今天在网路上疯传 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据之这张单据来自连锁餐厅Nandos的一家分店 这张照片的源头至今还未确定 不过很多网民把这张照片 张贴在Nandos的脸书专页之后 有关餐厅之后也在脸书回应 确实有这件事情 并且表示已经向有关顾客道歉了 最后我们来看国际新闻 迪士尼在中国上海开设的旗舰店 开幕引来了大批的人潮 根据报道这家旗舰店 特别选在今天 5月20号13点14分正式开业 曲艺我爱你一生一世 很多粉丝从今晨5点半便开始排队了 旗舰店开门短短25分钟 并因为人流太多宣布禁止排队停止接客 有网民因此调侃迪士尼旗舰店 有钱竟然也不赚 那今天的大四季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창 mä啦 肚金 秦 七 九 八